好 学姐 现在咱说说这个虫子和耗子的问题 你说你怕虫子怕耗子 才找个女耗子 能够说在替你打虫打耗子 是这个意思吗 怕耗子吧 然后我就解释一下吧 因为那个从小吧 家里就是 你不用解释了 我也怕耗子 我也是女耗子 我不想说咱俩过日子 我希望说看着耗子 老公耗子 爸不你生生累了 我不想说你说媳妇 爸你不我生生累了 我一想找个好老爷们 被耗子 耗子比如说在你跟小雪当中出现 比如说你们俩两口 耗子就在那儿蹲着呢 咋办 耗子能老一直在那儿蹲着 就老实在那儿蹲着 就看这两口咋办 那个然后旁边过一个毛吧 你就得说媳妇给这个卡 然后我去买个毛去 不是这个 这个我真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怕耗子呢 这个从小吧 然后爸妈妈特别忙 然后在那个 我从小就在我哪家待着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然后就被耗子咬了一次 然后就从那个以后 然后就特别害怕了 一只耗子给留下的阴影 对所以做下冰根了